来,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熊绅士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脱口秀视频 来讲什么呢 咱们今天就讲讲 大学究竟是什么 对不对,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 那可能就有很多小伙伴来想了 哎呀,一般这种东西我们看多了 什么哈佛毕业的 什么北大研究生 什么清华大硕士的 都给我们讲过了 但是小熊我跟他们有点不同 对不对 小熊我呢,是个学渣 对不对 我呢,今天就给大家以这个学渣的立场 去讲讲 像我们这种学习成绩不咋地 好容易混上个大学上的小伙伴们呢 以我自己的经验 教训 以及呢,我自己的这个见解见闻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啥是大学 对不对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大学啊 和高中 初中 小学 幼儿园 娘胎里啊 完全不一样 它不一样在哪呢 我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啊 你们可能一下就懂了 你平常上的小学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上初中 上初中又是为了什么 上初中老师教你的那些知识 老师教你的考试 是为了让上高中 对不对 上高中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考的好大学 目的性很明确 对不对 那你上大学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找个富二代价了 那有的人上大学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给自己肚肚金 那有的人上大学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换个文凭 然后回家继承他爹的公司 对不对 那有的人上大学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学习知识 发家致富 对不对 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目标 举个例子 中学就像是一辆火车行驶在别人铺设好的铁轨上 是不是有那种感觉 那有的火车跑得快 有的火车跑得慢 有的人开的是绿皮火车 有的人开的是动车 但是无论你时速多少 你的终点 你的目标都是别人铺设好的 你就在这条道上走就行了 对不对 那大学就相当于什么 大学相当于你们是一群野人 拿着镖枪穿着皮裤 在一片广阔的森林里 随意的游荡 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野人他可能只是想抓只鸡 有的野人呢 可能是想在这片森林里 繁育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王国 那有的野人的目的呢 可能是砍几个竹子 砍几块木头 坐一艘小船 游到对面的岛上 那有的野人的目的呢 可能就是为了在这个森林里呢 挖个坑 等着其他野人过来 掉在坑里 把别人的东西给捡了去 对不对 所以说每个人的目的是不同的 那自由度呢 也高了不少 那这时候呢 就又牵扯了一个问题 大学 它好在哪 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 对不对 那可能如果是学习好的学霸们 可能会告诉你 为了报效祖国 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知识 更高的见解 等等等等 说一些这些话 但是站在咱们学渣的立场 就不一样了 咱们得实际一点 对不对 上大学呢 咱们目的是干嘛 为了找个好工作 为了赚钱 为了发家致富 那大家上大学之后呢 你会发现 大学呢 和初中高中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你上了大学呢 你大学中的同学 绝大多数 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各种各样的人 有时候你就会很难理解 比如说你的社友 你是一个北方人 但你社友是个南方人 他就会总会做出一些 你无法理解的事情 然后你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也会一点诧异的来告诉你 我们都这样做 你为什么理解不了呢 对不对 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总结呢 大学就像是一个 浓缩版的小社会 什么意思呢 社会中大家能遇到什么事情 社会中大家能遇到 五湖四海的人 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事 能遇到不同的人 他会有不同的人生准则 那还会遇到欺骗 诈骗 背叛 背弃 啊 幸运 不公 对不对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 你在上学阶段 无法经历的事情 都会在社会中 无穷的打击你 击垮你 让你含心 让你流泪 但是这些东西呢 在大学里呢 他会以一种 轻量化的方式 呈现在你身边 他会有 他会让你提前去体验到这种感觉 但是呢 他并不会像在社会上一样 让你每一次经历之后呢 是那样的无助 是那样的 生无可恋 那可能很多小伙 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 怎么选大学 对不对 那可能如果你是一个学霸的话 你可能在乎的是什么 在乎的是师资力量 在乎的是 有没有一个好教授 有没有一个好导师 有没有一个 好的学校的历史传承 等等等等 你在乎是这些 但是 像我们这种学渣 其实 我就是说点实在的吧 对于我们来说 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就以我的经验告诉你 地理位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如果在郊区 在荒山野岭上 你整个大学这几年 体验是极差的 对不对 如果你的大学 是在商圈 是在市中心 那你整个大学生活 那将是多资多彩 非常非常充满了 各种阳光 各种泡泡 各种鲜花 各种粉红色 对不对 充满了各种美好的事物 就给大家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知道 上了大学之后 没人管你了 你可以去打工 对不对 你可以去赚钱 你可以去做兼职 你甚至可以一边上学 一边就上班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你的学校 在比较偏远的郊区 那你 比如说你想打工 你想找一个体面的工作 那就意味着 你每天需要 坐好几个小时的公交车 再坐好几个小时地铁 然后到了市中心 你再去上班 上班之后 你再坐好几个小时地铁 再坐好几个小时公交 再回去 一天过去了 很累 大多数时间全浪费在路上了 你的生活将变得一片黑暗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学校 就在这个市中心呢 那你周围充满了无数工作的可能 充满了无数机会 无数机遇 无数鲜花 泡泡 粉红色 在等着你 对不对 然后再一个 说点实际的 娱乐活动 吃喝拉撒 对不对 人生四大喜事 你这个 如果你学校在比较偏的这个郊区 在比较偏的山里 那你想吃点好的 想喝点甜的 想唱个K 想蹦个D 对不对 想去吧 也就想想了 吃你的食堂吧 对不对 或者说呢 去边上村里 炒个小土豆炖鸡 吃点土家菜 没别的方法了 对不对 你也总不能为了吃顿好的 你坐好几个小时公交 再坐好几个小时地铁 去市里就为了吃一顿饭吧 那如果你的学校 在市中心 在商圈 哇 那可就不一样了 食堂对你来说 可能只会变成了一个摆设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再一个呢 就是宿舍的环境 真的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你上了大学 你会发现 绝大多数的时间呢 并不是在学校 也并不是在课堂上 你的大多数时间 基本上都会在宿舍里 对不对 而你的宿舍环境 将决定你这几年的 这个生活体验价值 什么概念呢 举这么几点 宿舍有没有空调 有没有暖气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的宿舍 没有空调 没有暖气的话 那冬天和夏天 你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真的能难受的你啊 不想上了 对不对 真的能难受的你不想上了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你的宿舍 是否会有限电 限网 就比如说有的宿舍 它可能是 每个月只限着你 一段时间上网 或者说呢 每天到了几点几点 就开始断电 全部的楼断电 不让你用各种电器了 你只能黑灯瞎火的 躺在床上数星星了 对不对 这种感受也是 比较糟糕的 对不对 比较糟糕的 很多小伙伴上大学之后呢 可能就会 可能就是 什么理由都没有 就因为宿舍 到了11点熄灯 而选择不在宿舍住 白交着宿舍费 而搬到这个 学校外面的这个 连租房里去住 对不对 这也是普遍现象 然后再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 你的宿舍 是否吸烟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在 开学 报名的时候 跟你的辅导员弄清楚 如果你不吸烟 你的社友吸烟的话 那你上了大学之后 你这几年可谓是 人间仙境啊 每天生活在云里雾里的 激发你的创作灵感 对不对 我说好听点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一般这个导员呢 都特别理解 你只需要在报名的时候 选宿舍的时候呢 跟你导员稍微提一嘴 你说你不抽烟 如果社友抽烟的话 能不能换宿舍啊 你让你导员答应你 你就OK了 对不对 然后大家上大学了之后呢 其实 大学这个东西吧 完全就靠自觉 对不对 没人管你 什么也不管你 谈恋爱 上高中的时候 你谈个恋爱 可能老师得让你出去写个检讨 罚个站 你上大学 你妈还得问问你 有没有找对象啊 什么时候留回家呀 让我看看呗 哎呀 长得漂亮不漂亮呀 哪里人呀 对不对 没人管你谈恋爱 还巴不得你谈个恋爱 然后呢 赚钱 也没人管你赚钱 你大学里 你在高中 对不对 我高中 我不就自己搞点小生意赚钱啊 我高中 我赚钱 对于对于这个老师同学来说啊 我得藏着掖着 对不对 还怪丢人 那上了大学之后 你赚钱这叫什么 光荣 对不对 这叫勤工俭学啊 这叫什么 这叫发家致富 这叫有商业头脑 是以此为荣的 对不对 就你上大学 你搞什么都没人管你 再一个就是很多人关心这个 大学中学科的问题 对不对 能不能学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能不能学到有用的知识啊 我作为一个学渣 我告诉大家 当你上大学 你会发现 只有你想不想学 没有你 学到学不到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大学里 除了你的这个主修课以外 剩下的很多时间 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 你是需要去报选修课的 而这个选修课呢 是什么专业 什么类别 什么东西 都可以去学 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 你想做饭 教练 我想学做饭 怎么办 选修课 选上四个跟做饭有关的 可能毕业你就是个厨子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动画专业的 那你觉得动画对你提不起兴趣来 你想当一个翻译官 你选修课 你巴巴巴巴巴 八国语言 一个语言选一节 你去上 那没准毕业之后 你成了一个大翻译官 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因为哪怕是选修课的老师 也都是大学里 正儿八经的老师去教的 就比如说他白天上主修课 他教着他们专业的学生 那到了下午 他上选修课的时候 他教的就是你们 就是其他专业的学生 所以说 大学里 你只要你想学的东西 你都是可以学的 还是那句话 完全靠自觉 对不对 只要你想学 全都靠自觉 再就是这个大学里 还存在无数的机遇 对不对 什么叫机遇 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拿我自己举例子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比较差 所以说我们学校需要去通过招生和宣传的方式来吸引一些高中的孩子 闭了业之后报考我们学校 所以说我们学校就有一个政策 那就是每个学院的院长和教授 每年都必须去跟我们学校合作的这些中学去教课 对不对 去教一学期 教两学期的课 然后为了就让这些孩子 在高中毕业之后 能报考我们学校 对不对 但是你们也知道 尤其是这些比较上层的领导 没有愿意去吃这个苦的 对不对 谁愿意去县里去待这么长时间 也没法吃香的喝辣的 也没人伺候着 然后还得天天去挨气 所以说我们学校呢 每年呢 这个院长和教授都会选这么一个比较不错的学生 去替他们呢 完成这个任务 然后呢 我可能运气比较好 对不对 虽然说我不怎么去上课 但是呢 我在大学期间 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动画项目组里 由于很多小伙伴这个不太会画画 我在动画项目组里呢 就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呢 教他们画动漫小人 让他们能跟上这个动画进度 再就是呢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在B站发过这么几个视频 对不对 在B站在优酷 发过这么几个绘画视频 然后呢 被我们这个导员呢 转到了朋友圈 让这个院长给看见了 然后他就觉得 嗯 小熊这个孩子啊 有两把刷子 对不对 可以替我去完成这个 鸟不拉屎任务 对不对 我是这么猜测的啊 当然肯定不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 这个我就被派去这个 呃 多少啊 差不多 呃 800多公里外的山西的某个县里 的某个中学 对不对 去教了这么一年书 对不对 待遇还是不错的 每个月给我发着班主任级别的工资 然后呢 每节课还有 还有这个教育局给的课室补贴啊 挣了不少钱 然后呢 回来之前呢 我就觉得这个不能白去 所以说回来之前呢 我就又问这个当地的教育局啊 领导去要了个实习证明 还要了个支教证明 由于我们不是示范学校 我呢也没有什么教师资格证 所以说呢 就只能拿到一个支教证明 但是呢 回来之后 我就跟这个院长说 啊 我这这么长时间没上课 我要是毕不了业怎么办 然后院长就说 没关系啊 给你把这个 那一年的课时 全都给你改成了及格 对不对 全都改成及格 包括主修啊 选修啊 所有课 我一节课没去上 但是全及格了 然后我就 什么也不用上 不用上课就可以毕业了 然后呢 剩下大把的时间 而且呢 我还拿到了这个实习证明 然后学校实习的时候呢 我也不用跟着去了 对不对 我就直接拿实习证明 就可以把它抵了 所以说接下来 在大学中剩下的一年时间 我占着学校的资源啊 占着廉价的宿舍 享受着学校的 提供的各种帮助 但是我却不用上任何课 我也不用干任何事 所以说 你们认识的这个小熊绅士 就在这种环境下 孕育了出来 对不对 没错啊 我小熊绅士呢 就是在那个 无所事事的那一年 突发奇想啊 开始想着 做个小视频啊 做点小视频 发到这个网上 然后大发一下时间 那一不小心呢 也就做这么长时间了 所以说呢 学校这种东西啊 尤其是大学 真的是一个 那么一点点小机会 那么一个个小机遇 可能会成就你 接下来很多年的 人生的这么一个节点 所以说 我就奉劝各位像我一样的学渣们啊 无论你学习好坏 无论你怎么想的 只要你有机会 只要你有机会能上大学 一定要去上一个试试 对不对 最后 总结一下 大学 精简版的小社会 对不对 在这里呢 你可以碰到 形形色色的人 你可以遇上各式各样的机遇 能不能把握住呢 全靠你自己 对不对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 上了大学之后 不要天天打游戏啊 不要天天睡懒觉啊 好好的享受你的大学时光 好好的呢 这个在大学中 创造一些自己的个人价值 最后呢 也祝大家都能考个好成绩 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咱们下期再见 祝你早安 午安 加晚安 拜拜